这次会晤被认为是为了6月14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铺路 在巩固北约盟国团结的同时 对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 尤其是来自中共及俄罗斯的威胁 在与拜登会晤前 斯托尔滕贝格还前往五角大厦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 就双方同时从阿富汗撤军等 更多议题进行讨论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